欢迎捧场赵丽说事 最近美国市场原油期货价格 在6号一度达到了每桶70美元 这是近三年来原油期货价格首次达到这个关口 据报道在达到70美元关口之后 西德克萨斯中置油价随后跌破了每桶70美元 但仍然处于2020年4月油价深跌之后大幅反弹的高位 英国的北海布伦特轻质原油价格 在最近数月里也同样出现了大幅反弹 国际油价在经历了长时间的低迷之后 出现大幅度的反弹 是否意味着全球经济开始全面恢复了呢 市场温馨人士认为随着疫情在很多国家得到控制 这些国家经济活动回归正轨 对燃油的需求在回暖 这是支撑油价反弹的一个原因 另外就是美元指数的走软 同样也在助推国际油价的上涨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国际能源市场的供需关系发生了变化 特别是美俄之间的原油价格战 更是导致国际原油期货甚至出现了负数的怪事 国际油价出现了大混乱 疫情下不仅需求减少 美俄斗法这么一折腾 让欧培克成员和非欧培克成员 都做出了持续减产的决定 这才推动油价逐步的回归正轨 现在看来随着全球库存水平逐渐回归正常 供需关系的拐点似乎已经越来越近了 今年以来美国原油期货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 累计上涨了近40% 已经把疫情期间的价格跌幅都给补了回来 原油是世界上的大宗商品之王 市场上的商品几乎都直接或者间接的跟原油价格有关系 所以油价的走向直接关系到全球市场的通货膨胀 全球经济在经历了疫情的打击之后 现在仍然处于恢复期 在很多国家疫情还在不断的反复 全球经济的恢复仍然脆弱 在这样的情况下 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 首先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那对于世界经济来说 意味着成本的提高和输务性的通货膨胀 现在已经有分析人士担忧 国际油价的上涨将给世界经济带来滞胀的危险 油价上涨或者下跌 对于石油输出国来说都不是绝对的好与坏 现在油价过快上涨 如果把全球经济拖入滞胀 那接下来就会是需求的急剧下跌和油价的暴跌 最终受伤的还是石油输出国 说到这儿 有一个新兴石油输出国是个例外 油价涨跌对于他来说都不是坏事 这个国家就是美国 美国既是石油需求大国 又是石油生产大国和出口大国 油价的上涨和下跌 在美国经济里都能找到对冲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常常拿出石油价格做武器去打击俄罗斯 去年故意打油价 甚至把期货价格给打到了负数 而俄罗斯则不然 经济高度依赖能源出口 国际油价的长期低迷 直接会导致国家的收入失衡 很多时候战场上达不到的目的 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却能达到 在现在这个阶段 下一步全球经济会如何 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未知数 面对国际油价的暴涨 作为最大的原油输出国的扎特 一方面他高兴能多赚点快钱 但又担心全球经济复苏乏力 未来量价齐跌 所以扎特虽然调高到产量 但是却也扭扭捏捏 非常谨慎的在恢复产能 除了石油输出国上调石油产量和全球经济的恢复速度 还有一个变量不容忽视 那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 伊朗作为重要的产油国 本来应该在全球石油市场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但是由于美国和西方的长期制裁 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撕毁伊朗核框架协议 恢复对伊朗的石油出口封锁 伊朗的石油出口基本上被剔除出了全球石油市场 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一直在跟伊朗接触 力图重返2015年签订的伊核协议 但是当初伊核协议达成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 美国坚持给伊核协议加入更多的内容 而伊朗坚决拒绝 尽管双方已经接近于达成协议 但目前谈判暂时陷入了僵局 在刚刚进行的伊朗大选当中 强硬派候选人莱西赢得了大选 被西方媒体认为 这意味着伊朗向西方展示出的强硬色彩 今后会更浓厚 市场之前估计的伊朗持油重归市场的时间点 还会继续向后推 这也是接下来国际原油市场的一大不确定因素 这只靴子不落地 其他石油输出国恐怕还会继续观望 很难在产能调整上做出什么大的举动 不过无论如何 中伊两国达成的25年长期合作协议 和两国之间石油贸易的人民币结算 都能帮中国在未来的国际原油市场变换中 拥有更多的主动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men镜需要您的支持 亲uten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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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 demon 优优独播剧场 поним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